今天呢 我為各位介紹紅豆豆腐子 那我們吃過甜甜圈 吃過營養生命志 那你吃過紅豆豆腐子沒呢 沒關係 今天明理老師介紹你做紅豆豆腐子 好 這個是高筋麵粉 水 奶粉 奶油 砂糖 雞蛋 鹽巴 還有紅豆腺 素濃酵母 那我們首先把粉 我們幾個粉類都一起丟下來 那我今天用這個是素濃酵母 所以素濃酵母呢 就直接跟乾粉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我們那個糖鹽都可以一起丟下來就可以 好 雞蛋 雞蛋一起丟下來 好 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出的油以外沒放 因為我們在攪拌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乾淨材料跟濕淨材料混在一起 讓它成水殼 然後把麵筋打出來 那麵筋打出來了以後 麵筋會形成薄膜 然後我們麵團在發酵的時候 產生出來的氣體 也就是說讓我們麵團膨脹的原因 那如果說呢 你沒有把它那個麵筋打出來 形成一個薄膜狀 那那個酵母在發酵的時候 氣體它就沒辦法收住 所以你的麵團就會長不大 這樣子 那我們的油是要加進去 但是如果你太早加的話 它會影響到那個麵筋形成的時間 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等那個麵筋已經打出來了以後 我們再來把我們的奶油放進來 把它和進去 好 那我們用勾狀的這一支半打氣 好 那我開始用一打一下 好 慢慢打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麵團已經成團了 而且我們的乾盆也很乾淨 那我把它卸下來 讓大家看一下什麼時候該加油 好 那我們來這邊看 我的乾盆很乾淨 好 那也可以看到 有沒有 有一些麵筋已經形成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油加進來 把我們配方裡面的油加進來 我們現在把它開到四這個地方 大概中快速了 這個地方的速度 然後我們繼續把它攪拌 攪拌到我們所謂的完成階段 那我們現在呢 麵團已經打到 所謂的完成階段了 放一點點油下來 讓它比較好 容易離缸 那我低一點就好了 然後我停機 低一點油下去馬上停機 那我把它拿下來 讓你看看什麼叫做完成階段 好 那我們把它拉一塊起來 把麵團拉一塊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 就像我們吃口香糖的時候 吹泡泡那麼薄這樣子 那我故意把它撕破 把它撕破 撕破的這個邊緣 這個洞洞的邊緣 它是很整齊的 而不是很粗的那種鋸齒狀 這樣子 這個階段呢 我們叫它是完成階段 那我們麵團打好了以後 那就是要打到這個程度 然後呢我們把它滾圓 把它滾圓 然後去做基礎發酵 讓酵母開始產生氣體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蓋成 蓋著那個 那個保鮮膜把它蓋著 然後放在一個 大概二十七八度的那種室溫下 然後讓它做基礎發酵 大概呢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左右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做分割滾圓了 那我這邊呢有一團已經 剛剛已經做好發酵的 帶給大家看 就這麼大 有沒有要比一下 就差不多這麼大 那這個是我剛打好的 這個是呢我早先做好基礎發酵的 大概長這麼大 那長這麼大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分割滾圓了 那每一個都六十公克 你一定要用秤的喔 那我們把它秤六十公克 好就這樣子 像我這樣子分割 把它分割成每一個 每一個都六十公克 那我們分割好了以後 我們再來做滾圓的這個動作 好 那先把 那我教大家怎麼樣滾圓 因為我切割下去了以後 因為它本來已經發酵好了 然後經過我們切割了以後 它氣體又跑掉 那所以說呢 我們要把這個麵糰把它滾圓 讓它呢在發酵的時候 又把氣體收住 好 那你看我的手這樣子推過去滾過來 那我的麵糰是在裡面滾動的 再看一次這樣子 我的手這樣靠下去 然後呢 用這個手掌這邊推過去 然後這幾隻呢收過來 就這樣子 那快動作是這樣子 就幾圈就好了 好 那像滾過來 滾過去了以後呢 它鬆緊度已經每一個都差不多差不多 那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好像滾得不漂亮再滾 好 沒那麼漂亮 然後又滾 滾來滾去呢 會把麵筋滾斷的 那我們呢 稍微把它蓋住一下 稍微把它蓋住一下 這樣子 讓它稍微鬆弛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整形 或包餡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把那個紅豆餡拿下來 好 然後把它搓 搓長 那我把它分成 每一段分成五等份 剛好十等份 抓起來 那分好了以後呢 我們把剛剛已經鬆弛好的麵糰拿出來 拿出來 拿起來 那也是接口朝上 然後呢 我們把剛剛已經分好的這個紅豆餡 放上來 然後你看我的手是這樣拿 然後我用右手的虎口把它抓起來 就這樣子輕輕抓起來 然後收口 然後輕輕地把它收口 就這樣子 收口 好 把它放上來 就這樣包 我們可以在這個麵糰的表面呢 噴一點霧水 一點點就好 你不要太多 噴好了以後呢 我們開始來做 沾連這個麵包粉 還有做整形的工作 我們整顆 整顆這樣子把它 通通沾到 然後把它壓整 稍微有點扁扁的這樣子 那我現在呢 已經把它包卸好 整形好了 那我現在把它放到 基礎 那個最後化效箱裡面去 如果你家裡面沒有 最後化效箱沒有關係 你把它放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不要那個風太大啦 或是太乾燥的地方 你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 讓它長大大概一倍大 我們就可以來炸了 大概40分鐘左右呢 我們回來 好 那我們紅豆豆奶子的 那個最後化效已經這麼大了 原來這麼大而已 現在長一倍大 那我們測試油溫好了沒 我們可以把它丟下去 因為它浮起來 那也不會冒那種冒煙 大泡泡那種感覺就可以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放下來 它丟下去以後馬上翻面 把它炸到兩面金黃 好 那我們從畫面上看 就是這個擺擺的地方 我壓下去它彈回來 壓下去它彈回來 那已經定型了 那表示熟了 那我現在呢 把它撈起來 好 立一下油 那炸起來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希望你會喜歡 那回家呢 可以在家裡面做做看 這是今天我帶給大家的 紅豆豆奶子 就這樣 謝謝大家